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介绍的稍微详细一些 首先价格 价格差不多是50万到65万的样子 而且以后真正上市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价格惊喜 那整个外观设计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前脸 用了巨大的这种全都是菱形的镀铬的中网 那很多朋友会说如果不装前牌的话 这个中网和前脸非常好看 整点很强 那确实是在北美些地区是可以補装前牌的 当然在中国我们都不聊这个事了 因为中国没有地方可以不装牌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装上中国车牌 这台车前脸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中国正式的蓝牌 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前脸 大家觉得是否能够接受 好吧 这个就是未来的中国你上牌之后的样子 好 我们继续说 我们现在这个阳光明媚这台车是一个墨绿色 我们暂且叫墨绿色 因为还没有拿到正式的颜色的名称 那这种颜色其实在过去很多的英国品牌生都有见到 低了说mini 高了说bindi 都是这种颜色 而且确实看起来是比较高级的 所以至于这台车 我们今天试车主要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韩国的朋友们是怎么来定义豪华的 怎么来满足美国和中国人的这种豪华感 因为这一台全球车型在美国也是有售的 这个整个灯的部分是个分体的灯 我觉得它比较和谐 不像之前很多分体灯那么突兀 上下 然后日元行车灯转向灯都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整个灯 我们来侧面 来侧面先看整个车的造型 我觉得很有特点 就是它首先很大 接近五米的长度 然后轴距三米 现在看整个造型 你能看到车顶的线条 然后这个窗线 还有腰线 一直到尾灯的那个位置 整个这个车是一个仰着的状态 你看起来是一个仰着的视觉感受 所以整个还是比较动感 有一点点类似于老美喜的那种肌肉感 而且我觉得还算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感受 然后来看细节 就是前翼子版 一个类似于鲨鱼蹄的装饰 但实际功能上 它是一个转向灯 而且面积非常大 我相信这么大的面积 其实会对边的车产生一定的提示作用 然后轮圈尺寸也是巨大 22寸 配的是米其林的PS轮台 比较强的运动 尺寸是26540 直径是22 积极往后 下面也是特别大的这种镀铬的装饰 就这台车用了非常非常多镀铬的装饰 但是我觉得搭配才好 没有那么突兀 电锡门 前后都是电锡门 目前两管车全部都配了电锡门 这个豪华感和便利性是不错的 还有前后的隐私玻璃 我们继续往后 我们来车尾 大家再看一下 我刚才从侧面说了 这个尾灯位置很低 你们从车尾看一下 是不是重心很低 这个尾灯的上限 是跟门把手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所以从正后看起来 整个车重心是偏低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能够看着运动一点 整个车尾的设计 没什么太多说的了 就是一个折线而已 可能会有疑问说 这个后备箱盖怎么开 其实不是说在这个位置 还需要弯腰什么 并没有 后备箱的开关是在这 按一下电动打开 在雨刷的位置 不用弯腰 是比较方便的 这台试驾车 是一个七座的版本 这个就是五座状态下 它的后备箱空间 这常规状态 其实空间不有问题 因为毕竟 这么大车尺寸在那摆着 我们来看一下七座 第三排座椅是电动打开的 还是又高级又方便 大家来看 第三排是电动打开 五六十万价格 电动打开 这个配置还是OK的 打开之后 这个就是 七座状态下 后备箱的空间 也就是放两个登机箱 再放一些小的包 也就是这样 也是这个级别当中 比较常见的 一个七座后备箱的表现 打开地板 下面能放两把雨伞 我们把雨伞先拿出来 这是支物联有专门的位置 格物联专门的位置 然后在后备箱左侧 有一个大储物盒 这个大东西是车的打气泵 这台车是没有备胎的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储空间 可以放些零碎 这边这个盖上不开了 这里边是千斤顶 这个就是它整个后备箱的一个表现 那一会我们进车里边给大家看看空间 看看这个七座车的空间 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到底是买七座还是买五座 一会儿来看 这台车外观的豪卧感 主要体现在线条体型 还有一些诸葛装饰 我觉得内饰的豪卧感 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个是配置 一个是内饰的用料 先来看用料 中控台整体 然后腿这一侧 包括门板 腿能靠到的一侧 全部都是软的 而且全部都是真体的 这里全部都是真体的材料 方板也是都是真体的 车点 整个车顶全都是 阿森塔尔翻毛的这种材质 内饰的烘托的氛围非常的强 确实比车系的这种SUV豪卧感 就要强一些 而且这部分 舒服台这部分 也都是真正的实木的装饰 这个是用料方面 那配色呢 我们这台试下车是深浅搭配 可能以后大家真买的话 可能多时候会选择深色的装饰 可能看起来没有这这么活华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方盘 双色的方盘 两幅的 两幅还是电动调节 50万的车电动调节 而且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这些按键比较方便之外 就是它中间这个部分 整个都是喇叭 但你开车之后 一个大拇指就可以摁到喇叭 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经常摁喇叭 但不得不说这种确实会比较方便些 比那种完全集中的中间 一个圆喇叭 就要这样去摁的方便 这是方盘 本来是看中文台这部分最大的亮点是这个大屏幕 特别的长 操作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触控 整体的反应的速度 还有表现都还是不错 另外一种触控方式就是通过这个圆盘 我们刚才一路上也 我也在境内的去适应这个圆盘 因为它跟中文台是一个平面的 你无法这样捏着它转 你需要这样像搓叠一样搓着转 所以操作起来我个人是认为没那么方便 没有这种直接用手来触摸便利性高 当然触摸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有点有 我这个身高已久 我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浮动 让它摸到这个屏幕 这个是多媒体 仪表盘是一个裸眼的3D 确实是我们坐在这能够看出来整个数字 一些画面前后的关系是一个3D效果 但咱实话只是说60万的车 现在仪表盘的画质 我觉得稍微欠了一点 有一些颗粒感的 这个我觉得有提升的空间 继续往下 这个部分我觉得需要点个赞 就是在当今时下这个大屏幕这么流行的时候 这台车仍旧保持着非常非常多的物理按键和旋钮 你们看到空调 还有一些收音机 音响 导航 全部都是物理按键 而且按键非常大 你即便是颠簸的时候 开车当中很颠簸 也可以很顺利的去按这些按键 那座椅加热 然后座椅通风 这些按键是用触控的方式来操控的 优点就是它的触控带有声音 以及面板的震动的反馈 是操作效率和反应速度 以及触摸成功率比较高的 这个真的是要点赞 我们还是喜欢这种物理按键 真的很方便 一往下就比较常规了 把这个推开的话 是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板 然后有两个USB的接口 这是两个杯架 这个不多说了 这个圆盘我们说过了 我觉得没有这个好事 如果能把它做成升降 或者说直接把它升起来 这样拧的话会更方便一些 电子的挡杆 然后这边是驾驶模式选项 以及越野模式的选项 这个是前排的一些配置 还一点我们再说一个 就是多媒体里面有一个功能 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可以播放白噪音 这个音响也不错 大家听了一下 也是哈曼自强的一个音响 播放白噪音有海浪声 有壁炉烧火声 这个有点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关闭后排的声音 所以我更多的考虑可能是后排 如果真是要带客户 或者说带小朋友的话 可能让后排可能都更安静一些 而且在播放导航的时候 仅仅是驾驶员这次的音响 会播报导航 相对那种全车播报导航来说 可能对于其他音响会小一些 然后最后来说 座椅这个座椅 输入性非常的好 两侧侧翼可以调 我这个身高坐在这 肩部腰部整个后背 全部都贴合在座椅上 而且这个腰部是有侧向的支撑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在这个SU 这种SUV上面不是很常见 然后座椅本面是这种航空的工艺 也是比较豪华 还有就是全部都是电动调节 而且在你手触到调节按键时候 屏幕上就会显示出座椅 你摸的是哪个按键 然后这个按键干嘛用的 好处就是说因为调节功能比较多 可能不熟悉的话 你盲目的去操作可能不太 做得好不太方便 所以在屏幕上首先给你显示一下 你摸出哪个按键 然后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个就是前排一些功能方面体 来看点空间 我觉得这么大的车空间 可能成为空间我们放在次要了 因为时间在那摆着 我1米9前排头部四指 或者说一拳吧 一拳也可以放下 然后我们去看后排 来后排先看空间 我在后排腿部空间是四指 头部空间也是四指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的大 优点就是座椅确实非常舒服 这个柔软度比前排座椅要软一些 而且功能上这个坐垫的高低调节 以及靠背调节全部都是电动的 但是前后滑动的话 只能靠手动了 功能上后排隐私玻璃 除了隐私玻璃之外 还有这个电动的支撑帘 然后后排独立空调 两个USB 而且这个左右两张座椅 全都有座椅加热和座椅通装 后排的输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然后两个小镜子 可以让后排人有补补装 可能怎么的状态之类的 这个就是第二排一个情况 我现在坐进第三排 也终于不断在太阳镇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第三排的感受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现在坐在这 第二排座椅已经是往前调了 不然我是完全钻不进来的 现在就是我在这里面的程座的 基产上能看到 我觉得空间肯定是不大 所以我这个身高是没法直腰的 大家从外观能看到这台车后排的 这个车顶线条是往前压的 所以整个的空间感是 上海专门是比较局促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台只能来做小朋友 或者说身高普通交小的人 那即便如此第三排的这个 配置仍旧不低 还是用了一个变动调节的口碑 甚至很奢侈 两个背架 还有第三排独立的出风口 配置不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尺寸的车 不管是捷径显斯GV80 还是奔驰的GLE 还是宝马兰斯的奥迪Q7 它们的第三排进出都不方便 因为它是SUV 所谓的地板是比较高的 即便有电动折叠的第二排座椅 第三排进出还是需要钻进和钻处 一个是方便 一个是不优雅 在外就是坐在这儿 是比较去的 它们都很比较去的 所以对于这种尺寸的车来说 我是认为买SUV的话 还是来买5座版本 就已经非常好了 7座我确实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静下 现在把它开起来 分享一下动态感受 我觉得作为一款60万的车 在我心里面 它确实是要满足一些要求 才能直接的驾过它 我们开了一天 我的感觉是真的是有惊喜 这个车内整体的静谧感 我们都已经不叫安静程度的 叫静谧感 以及底盘转向 给你承载出的这种高级的距离 都做得非常地明显 运动模式和舒适模式 悬架差别感受非常大 因为它是电子悬架 我们一直在用舒适模式 非常地舒服 前后排对于路板的格局 非常的好 整体非常均实 我觉得真的整体开起来 这台车是有惊喜的 所以我觉得产品力和产品层面 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地方 舒服高级 有质感 是这台车 关于动力 还有动力输出的一个总体 2.5T加8AT很平准 而且动力反应是比较积极 就是这台产品方面 后排我也体验了 后排的 不管是座椅 还是可以调整坐姿 包括底盘也非常舒服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车到底是为什么样人准备的 可能在品牌力方面 目前而言确实不如BBA 那么的能够被人去认可 但是我觉得 如果产品力OK的话 可能在现在的市场阶段 很多人来买这台车 会考虑一些个人用色的感受 因为车内人服务的这种观点 所以我觉得 什么样人呢 就是自己有这个经济实力 想为自己买一台开起来 非常高级 非常豪华的车 而且不想落过BBA的套子 会选择这样一台 整体看起来 开起来都很舒适 和合法的产品 同时在必要时候 也可以满足一些后排乘客 或者说朋友 领导客户的一些 你说需求 这个就是这台车 整体产品方面 都会有一些感受 我们回到开始的地方 做个总结 我觉得两个层面 首先产品力 我认为产品力没有问题 非常的好 你能看到外观非常的虎实 设计也比较好看 那是的豪华感 豪华氛围 用料 配置 乘坐舒适性 还有动态表现 都是非常好的 整体产品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市场层面 我是认为 他现在中国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回想一下 五年前他退出 五年后他重新回来 这五年我们发生了多少的变化 不管是中国的基建 还是整个汽车市场 大家消费者买车的变化 都非常非常的大 从过去五年前 我们可能买车 更多的追求面子 更多追求舒适性 更多的追求基础的使用 到现在我们更多的追求 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五年当中 我们的变化是有的 车的变化是有的 现在以这样一个姿态 回到中国 我还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来数一下 五六十万加倍当中 BVA的Q7 X5 还有GLE 然后其他的品牌 比如林肯的飞行家 还有路股的发现 他们都这个加倍 所以我觉得GV80 现在来以这样一个形象 和产品力来的话 在这个相对个性的市场上 我认为它是有机会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等的什么 第一个价格 第二个是未来 它究竟有哪些销售的渠道 因为毕竟现在韩戏车 在中国市场表现 没那么好 我说的韩戏就是 入门级的现代品牌 和其他品牌 整个的渠道 包括现在的 公共反馈没那么好 这样一个高端品牌 未来在中国的渠道 包括怎么样做运营 运营我觉得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长久的事 如果几年后 我相信 如果能运营的好的话 这样一款产品 在我们的中国 还是有一定市场 好了 这个就是本次的视频 你有什么关于它的问题 还有一些 你自己对它的建议 以及对它五年后的判断 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 我是张可 好了 拜拜 拜拜